1月8日 由美国洛杉矶沈阳总商会主办的四海童心情细圣经 春节联欢晚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是这样啊 我们那个沈阳在洛杉矶的华人华侨非常多 那我们商会呢成立近两年来吧 应该说发展非常兴旺 现在呢沈阳有很多企业家吧 他们也经常跟我们联系 沈阳政府呢也经常举办一些活动 那在这两年当中呢 我们把沈阳和洛杉矶两地的经贸文化 做了很多工作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郭颂 当地的各侨团社团负责人等 各方嘉宾200多人 出席了春节联欢晚会 那在春节来临之际呢 我们好多老乡啊 都希望哈 大家能够聚一聚 另外呢 我们给祖国家乡人民拜个年 正好今年呢 辽宁省和沈阳市外办乔办吧 希望我们呢 做一个节目 叫四海童心情戏圣经的拜年节目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呢 举办这个春晚 同时呢 也想录制这个 给辽宁和沈阳电视台的拜年节目 晚会现场 朱俊英会长和来宾们致辞 向大家祝贺新春佳节 并录制了向祖国 向家乡父老拜年的视频 晚会上 表演了二十多个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有合唱 独唱 茶语舞表演 二重唱 书画表演 弃乐独奏 以及拍卖等 美国新闻宿地 洛杉矶报道 安荣护墙